我是Len 也太那個了吧 Tour GuideのLen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松本音樂節 如果你錯過上次播出的話 請點這裡 為什麼松本會特別分兩集獎呢? 因為我到訪了松本兩次 因為音樂節到訪了 我後來自己還有再跑去玩一次 我覺得松本是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這次會特別介紹松本裡面 台灣人應該會滿有感覺的兩個館 第一個是松本市的美術館 松本市的美術館如果你到了外面 你就會馬上看到 充滿了非常多的紅點點 那有很多紅點點 你有想到是哪一個藝術家呢? 當然就是草菅彌生啦 草菅彌生為什麼跟松本市美術館這麼有緣? 因為他本身就是松本人 所以在松本市美術館裡面 除了草菅彌生 他在外面有很大的紅點點的裝飾之外 他也有一個非常巨大戶外的藝術裝置 很多花 然後上面當然其實有他著名的點點這樣子 算是松本美術館的一個代表 那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連他們旁邊的可口可樂販賣機 上面也是草菅彌生販賣機的版本 就是充滿紅色跟白色的點點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是松本人 所以在松本市美術館裡面 草菅彌生的展覽是常駐的展覽 那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到松本不會想到說 我要去逛美術館 所以其實你到這裡的話 你就一定要來去逛他的美術館 因為你真的是可以不用排隊 也不用御約 你就可以有機會看到草菅彌生的特展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逛的時候 因為我本來對於他的那個南瓜 或是那些紅點點的商品 是沒有很大的興趣的 但是我逛的時候才覺得說 因為你可以從中看到草菅彌生創作的歷程 他除了後來很有名的那些作品之外 他其實有很多是他很年輕的時候的作品 裡面也有介紹草菅彌生的世界 為什麼這麼獨特 因為他其實從小就是有幻視 一般人看世界的樣子 跟他看世界的樣子真的不一樣 所以那些點點其實對他來講 就是他看到世界的樣子 那也讓我覺得說 原來是因為這樣他才創造出這些 我們會覺得好像很絢麗 色彩很鮮艷 可是對他來講是他的日常 那也讓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 所以很值得大家到松本市美術館來逛逛 那如果你到松本市美術館之後呢 你一定要去的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在他的鞋對面 松本市民藝術館 那你可能會想說又是藝術館 那這樣也是展覽嗎 其實不是喔 因為日本很多他們講什麼藝術館 其實就是一個表演的場地 那這個表演廳跟上次提到 齋藤紀念館學院的表演廳是不一樣的 因為展覽天館學院樂團那個表演廳 它是在一個比較郊區一點的地方 那這個表演廳呢 它是在比較靠近松本市核心的地方 那這個市民藝術館呢 如果你到了外面 你也會看到非常多的洞洞 那如果看到洞洞的話呢 我相信台灣人 尤其是關心表演藝術場館的人 你一定會想說 那不就跟我們的台中國家歌劇院 是有點像的嗎 沒錯 因為它其實也是台中國家歌劇院 同一位日本建築大師 伊東黎神所設計的 那個松本市民藝術館呢 建於2004年 那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那個時候 台中國家歌劇院也才剛開幕 所以我也去看過了 然後我到了松本市民藝術館的時候 就覺得說 欸這個真的很像是 國家歌劇院概念的前身 因為除了它的外觀 很多洞洞的設計之外呢 到了裡面你會感受到 跟台中國家歌劇院一樣 因為伊東李熊 他都是認為表演場館 不應該是把大門關起來的 你應該是盡量能開放 讓大家可以走進去 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場館的氛圍 不該是只有買票的人才進得去 所以像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也沒有演出 但是我完全可以直接從 知名藝術館的大門口 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到表演廳的大門 一路的通道是一個非常筆直的 然後非常開闊 有很多充滿伊東風格的設計這樣子 如果你有去過台中國家歌劇院的話 就很像是一個縮小版的 因為它那個館沒有那麼大 它大概就是一千多人的位子 然後呢它也只有兩個 就是另外一個小的劇場裡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場館 但是在那邊你就會覺得 如果很熟悉台中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在這裡很像是伊東 把它的概念開始實現 然後它可能最後在台中國家歌劇院 實現了它完整的設計的理念 那也很值得大家去參觀 那同時之間呢 上次提到這個松本音樂節 他們每一年在這裡會有演出 主要是歌劇的演出會擺在這裡 那歌劇的演出每一年都不太一樣 有的時候呢是世界二十大嬌小樂團之一的 齋藤紀念拐絕樂團會演出 但是幾乎每一年會演出的這個樂團 基本上都會是小澤真爾音樂署的樂團 那小澤真爾音樂署其實是有點像是音樂營 然後它集合了包括日本台灣 韓國中國亞洲地區的這些年輕很優秀的學生們 他們每一年三月會在京都演出 那同時之間京都演出的劇馬 也會在八月或九月的時候 在松本再演出一次 那像今年呢 演出的就是波西米亞人 那我相信如果喜歡歌劇 或喜歡古典樂人都知道 五七年的波西米亞人 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歌劇 而且第一幕很多很棒的泳炭調 是連發等級的每一首都很好聽 那第二幕呢它其實是一個巴黎的街景 然後是大家要慶祝聖誕節的晚上 很歡樂的場景很浩大 那在今年三月的演出 因為我自己也有去看 那個演出是他們原創的製作 非常的精彩 所以今年呢他們在八月的時候 就會在松本音樂節 松本市民藝術館裡面 演出這個波西米亞人的第一幕跟第二幕 那如果你今天想看的話呢 因為畢竟日本的購票 大家都會覺得都是日文 好像不知道怎麼買啊 那今年松本音樂節就一樣 特別跟Muzik 有合作 他們讓台灣的觀眾 可以直接跟Muzik 訂購票捐 而且他們還有贈送很多的贈品喔 像是節目冊啦 松本城的入場券 松本市美術館的入場券等等 是非常划算的一個套裝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到Muzik 官網查詢 就在這裡 OK 那這兩集介紹松本的 其實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就像剛講我後來再去過一次喔 那這是一個非常舒服 你會在那邊感受到 什麼是這種小而美的感覺 它不是東京啦 或是京都啊 名古屋啊 什麼這種大城市 可是你就會感受到一個非常精緻的感受 而且同時之間呢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松本人真的很支持松本音樂節 真的是值得大家到現場一訪 那麼今天的小連泡泡走 我們繼續到了這邊囉 那下次要去哪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